第六十一章绝杀一击,那命来吧,锦灰语气冰冷,话语未落,长剑一动,刷,只见得他身子如金红,长剑一动,刺破虚空,只取前方的灵飞,这一剑刺去,如白红灌日,气势灵人,那速度,快得让人都眨不开眼睛,剑光一闪,伴随着灵力的剑气,一股气势,锁定了灵飞,这不是剑势,唯先天之势,灵飞感觉自己完全被锦灰锁定,几被莫名的发寒, 似乎自己已经别无退路,只有一战,因为,若是退,对方必然会给予雷霆一击,那将是致命一击,那么,便让我剑石下先天之危吧,灵飞眸光一明,他并没有退,而是手持长剑,凝聚着剑势,我身如龙,是可破天,我剑灵力,可切金链石,灵飞低语,两种武道之势在凝聚,真龙之势,让他血气狂勇,似有今天之力,剑势灵力,可将这今天之力完美发挥出来, 可以说,这是完美的配合,如今,两种是凝聚,灵飞的气势真的很强大了,已经可比尖先天静修者,那话语还未落下,灵飞眸光一闪,常见已经向着前方的秦辉迎击,丁,剑光一闪,速度极快,精准地抵挡在了秦辉的那一剑之上, 这次,灵飞这一剑可谓是全力出手,一剑点去,如真龙出击,但随着的还有寒痴剑气,寒痴剑气灵力,还有冰封之势,才触及秦辉的常见,那寒气弥漫开来,便是将秦辉那剑气给冰封,不仅如此,寒气蔓延开来,秦辉这常见的剑身都开始有寒精弥漫,而后,一股真龙之力趁时冲击而来,那力量惊人,俨然超过了两万斤, 在这一剑之下,秦辉的剑势又被击偏了,同时,一股灵力的剑势携带这剧力冲击而来,这股剧力使得秦辉的手腕一震,脸色顿时一变,好强大的剑势,好惊人的力量,那寒气,居然可冰封我的剑气,秦辉满脸惊讶,要知道,他可是先天进强者,那一剑之威,蕴含先天之势,可此时,居然被一个脆体静修者给破解了,而且他的常见还有冰精凝聚,那寒到剑气肆虐, 但有一副要将他常见都全部冰封的趋势,这俨然是要占据上风的节奏啊,不能与之硬汉,秦辉眸光一闪,那身子立即借着那股冲击力暴退,而后,他运转真气注入剑身,将那肆虐而来的寒到剑气给抵挡了下来,嗡,那冰封着他常见的冰精,立即军烈掉落,不是说灵飞的寒吃剑气不强,而是,这剑气只是少部分冲击到秦辉的剑上,当秦辉暴退后,两剑不再接触, 也就没有了源源不断的寒吃剑气支援,如此,那残留在秦辉剑上的寒吃剑气自然是无法和秦辉那棒驳的剑气争锋了,饶是如此,已经足以让秦辉心生畏惧了,或爆发出来的力量并不比他差,见秦辉被击退,灵飞心中却是一动,当趁是追击,灵飞眸光一动,锁定前方,那脚掌一动, 身子向着前方暴射而去,灵云见觉知八开云雾,低沉的声音响起,只见得灵飞右手舞动,长剑如流光,划过天际,向着前方的秦辉攻伐而去,这一剑横扫,剑光划过虚空,要将秦辉拦腰而斩,见识倒是很强,可你终究只是翠体精而已,又怎能和先天竞争风? 见灵飞趁势攻伐而来,秦辉一脸冷力,风影步,只听得低沉的声音响起,他的身子如风,又如影,嗖的一声,便是拔地而起,刷。 而此时,灵飞的长剑横踢而来,可是,秦辉的身子已拔地而起,钟出了八米之高,巧妙地避开了这一剑,灵飞的剑,只是横斩过一道残影而已,下一刻,秦辉便是落在了灵飞的右侧,好玄妙的身法。 见着秦辉如同鬼魅般避开自己这一剑,灵飞眉头微微一皱,若是普通人,必然是无法躲开他这一剑的,这先天竞,的确不简单,灵飞对先天竞,开始有了初步了解,接下来,就让你看看先天竞之强,秦辉落地,那眸光一冷,神声道,而后,他手中长剑一动,牵引剑。 低沉的声音响起,秦辉身子一闪,便是向着灵飞攻伐而来,只是,这次他一剑舞出,剑光闪烁,立即有三道光影闪烁,一眼看去,四有三个人一起出手,分别向着灵飞,左右,以及中间处攻伐而去,刷,刷,刷。 剑光斩来,一剑刺心脉,一剑蓝腰斩来,一剑刺向腰身。三剑,渐渐都凌厉而毒辣,一气呵成,是要置灵飞于死地。 每一剑都气势凛然,速度极快,那般速度,快到脆体径的修者根本无法来得及反应,好快的速度。 灵飞眸光一闪,全身的神经都绷紧了,他的心神立即感应而去,三剑,全部都是真的。 只是一感应,灵飞就发现,这三剑都是真的,只是,这秦辉的身法和剑法配合,速度达到了极致,灵云剑觉知行云流水。 当下,灵飞常见舞动,如行云流水,划过虚空,向着那三剑抵挡而去,枪,枪,枪。 剑如流水,划过天际,长剑却是精准地记在了那三剑之上,那速度,也是极快,那精确的程度,超出了脆体径修者。 这一切都是因为灵飞参悟真龙观想图后灵魂力变强的原因,这使得他的感知力,判断力,超出了常人,达到了入微之境,这灵飞,居然能抵挡我这牵引三剑。 秦辉谋陆惊讶,不过,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抵挡我的牵引九剑。 秦辉谋光一闪,那见是一变,这次,他身上有一股莫名的气韵弥漫开来,山川谷内,突然有风雾搅动,寒气袭人,一股气势,如被秦辉牵引。 又死秦辉要融入这气势当中,先天静,感知入微,可牵引天地波动,如今我的身法,已经达到了天人合意之境,对付你,轻而易举。 秦辉谋光一闪,而后,他的身子如浮萍,居然随风而起,也就在此时,他的剑动了,人随风动,不找痕迹,剑随人动,出其不意。 刷,刷,秦辉出手,只是瞬息,便辞出了九剑,好快。 当那秦辉出手,林飞眉头紧锁,他连忙直剑赢去,只是,此时赢去,他居然无法捕捉到秦辉的剑法轨迹,这让林飞心头一沉,无法捕捉对方的剑法轨迹。 那么就意味着他无法精确地抵挡住对方的攻势,如此一来,他将完全处于被动,林飞以心神感应,竭力捕捉剑之轨迹,以此抵挡,如今的他,也算是感知入微,却明显还无法如先天静者般精确。 毕竟,他的感知力,还没有达到天人合一的地步,枪,枪,剑光闪烁,长剑交锋,发出清脆的声音,快,快,太快了,秦辉的剑无比的快,在林飞眼前近视剑影闪烁,让他不得不竭力抵挡。 同时,他不法变换,也在竭力抵挡灵力的长剑,冰川谷内,两个人影交错,不断交手,那寒雾被剑气所击溃,寒风阵阵,伴随着剑气呼啸声,林飞不断后退,完全处于下风,也是他感知入微,不然早就被秦辉斩于剑下,刷。 剑光一闪,林飞身子一侧,却终究还是慢了半步,他的左臂被剑气划出了一个口子,鲜血,流淌而下,滴答,绝落下,染红了地面那军裂的冰层,呵呵,你纵使力量可比先天今又如何,你的修为终究没有达到天人合一的地步,今天,必斩你。 秦辉咧嘴一笑,经过刚才交手,他已经明白,这个少年的力量绝对可以和自己看比了,可是,力量只是根基,对天地的感悟,对武学的运用才是克敌制胜的关键,所以,秦辉不再和林飞正面交锋,而是凭借自己对武学的感悟,全面压制林飞,牵引九剑。 秦辉不断出手,他身随风洞,剑法凌厉而诡异,再这样下去,我必败无疑。 当那剑光斩来,林飞的眉头紧紧锁起,此时,他完全处于下风,不断仓促应战,体内的气息都开始变得紊乱了起来,只要一个不小心,他就将被秦辉诛杀,刷,刷。 一剑又一剑,秦辉出手越来越刁钻,扑。 林飞身上的伤痕越来越多,在他身子所在附近,鲜血染红了兵地,咚咚。 秦辉强势出手,气势凌人,将林飞逼得不断后退,林飞的步伐都开始有些错乱,俨然失去了方寸,如今,他伤痕累累,手臂上,胸腹肩,腿肩,全部的是剑痕,血染红了他的衣裳,前方剑气凌厉,寒风凛冽,使得他的伤口血肉生疼,他大口喘息,俨然是一副无力一战的模样,呵呵,林飞。 人榜第一的天才,那命来吧,当林飞亮相后退,气息孱弱,秦辉猙獰而笑,让你看看,我刚领悟的杀招吧。 当低沉的声音传出,秦辉身边默然有狂风骤气,牵引剑,剑随风动,炫风沙。 低沉的声音传出,而后,便是看到秦辉身边狂风呼啸,他的身子随风而动,呼呼。 狂风呼啸,在虚空旋转,化为一个气旋,向着林飞冲击而来,此时,秦辉如何这气旋合一? 那长剑随风而动,有一道道剑影在闪烁,这旋风杀死秦辉之前就一直在参悟的杀招,此前,他仅仅还差一丝,就能完全完善这杀招。 凭此踏入先天中期境了此次,经过不断出手,他对风影步和剑道,以及风之傲义的领悟也越发深厚了,这一剑攻伐而来,那般气势, 远远超过了他先前刺杀林飞的那一剑,显然,在九战之下,秦辉对武学的感悟也是有所进步。 第六十二章绝不认输,旋风杀,旋风搅动,剑气肆虐,一股恐怖的气浪向着林飞冲击而来,咚咚。 在这气浪冲击下,林飞的身子被震得亮枪而退,扑。 林飞体内的气血翻滚,一口鲜血,从口中吐出,他那破碎的衣衫烈烈作响,狂风带着剑气肆虐而来,让得他的肌肤都如被剑割,先天进修者真气磅礴,一剑之下,剑气完全可以迸发出三尺之远,远不是翠体九重进修者可比,旋风杀。 林飞稳住身形后眸光上扬,瞅向前方时,那眸子当中露出无力之色,那剑气风望如同死亡的气息将之笼罩,在那股恐怖的气势下,林飞手握常见的手都因为伤口被剑锋肆虐而疼痛得抖动了起来。 如今的林飞,真的没有了一战之力,甚至,面对这一剑,他连躲避的机会都没有,我就要这么死在这一剑之下吗? 刹那间,林飞心思电转,一股绝望,涌入心头,他那眸子当中,尽是流露出卑异,此番交手,林飞终于是明白了自己和先天进的差距,我就这么败了吗? 林飞一脸苦涩,对方争气磅礴,身法天人合一,根本不是他能堪比,力量在这个时候,并不能发挥出相应的效果,这就是先天进和翠体进的差距,双方之间,有着一道无法逾越的红兜,死亡七夕笼罩,义父, 雪兮,林飞想到了他的亲人,他想到了那个慈祥的老人,想到了那个乖巧的妹妹,这些年,纵使他身体孱弱,可义父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年少时,林飞被同龄人所欺,是那个柔弱的妹妹护在身前,替他出头,亲人的呵护,成为了林飞这些年来坚持的动力,可是,他此时却要死了,这让林飞心中充满了遗憾和留恋,不,我怎能死? 义父的伤还等着我去医治,若是我死了,谁来为义父疗伤?若是我死了,又有谁来保护雪兮妹妹? 不,我绝不能认输,我绝不能死,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不能认输,就算耗劫我的血气,我都要一战到底 我林飞,又怎能认输,我绝不能认输,为了义父,为了血兮,我也得一往无前,血战到底 莫得,林飞那眸中的绝望消散,转而的失露出一抹坚定,他的眸子,完全变得心红了起来,滔天战役,从林飞身上迸发而出,战 拼死一战,竭力一战,林飞的灵魂似在呐喊,此时,他全身血气翻滚,身上有一股惊人的气势迸发而出,那血气当中的寒吃真气奔流时如真笼在咆哮,发出龙龙音波 在这一刻,林飞忘记了疼痛,那原本还有些抖动的手掌再次紧紧握住剑柄,他的眸光明视前方,此刻,那旋风气旋,距离林飞也仅仅只是九米罢了,凭借先天进的速度,睡膝尖可至,可是在林飞眸子当时, 中,战意凛然,剑势凌人,嗡,在这股剑势之下,前方那肆虐而来的剑气之浪都溃散了,沙,低沉的声音从林飞口中吐出,而后,他脚掌顶地,身子猛地向着前方抱奢而去,我如真笼,林飞眸光一鸣,身如真笼,那场剑移动,整个人如同剑势,直刺前方,在这一刻,在林飞身上有着一股一网无前之势弥漫开来,林立的剑势也是随之从他身上迸发而出,顿时, 林飞全身的血旗翻滚,真气如困龙,似要冲突之故,要翱翔九天,吼,他的身子抱舍而出时,低吼声也是从他口中吐出,此时,他的脑海当中,浮现出了真笼出海的画面,真笼出海,破烙而行,那便是一股一网无前的气势,那是一种破尽一切的霸气,呼呼,林飞的血液完全被这股事给调动, 他的血液如同沸腾了起来,在林飞体内,血气冲天,如同有千万条真笼要破体而出,翁 林飞身子所过,前方那灵力的狂风剑气全部溃散,甚至,虚空还发出了闷响之声,也就在此时,林飞背后的几鼓当中,也有血气冲天,那血气狂霸,似要突破这股,翁 当这血气冲击时,他的几鼓泛起一阵涟漪,有光纹浮现,这些光纹,如同封印之纹,可是,当林飞的血气接触这光纹时,那光纹猛地崩碎,而后,林飞的几鼓,那第二个封印,猛地被冲破,后,当那封印被冲破,里面有浩瀚的真笼之气喷涌而出,在这一刻,一股无上龙微爆发出来,那龙银震天,真的似有困龙出世,一股强大而狂霸的力量,过散开来,遍布林飞的气势,在这一刻,一股无上龙 全身,当这种真笼之力所及,他身上的伤口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之愈合,在这一刻,林飞感觉自己力大无穷,他就如同一条脱困而出的真笼,有雄霸天地的无上之势,吼,林飞大吼,似要将那狂霸的真笼之力宣泄而出,这吼声如雷,震得虚空都在颤抖,而后,前方那狂风气旋肆虐的狂风居然在音波之下溃散了开来,这,其灰大惊失色,那音波滚滚,震得他耳磨 那恐怖的音波力量使得他的血旗翻滚,他这绝杀一击,就此受阻,他牵引而来的狂风之力,就此溃散,秦辉的身子,也就暴露在了林飞的视线当中,此时,他满脸震惊地望着眼前那个手持长剑,深如惊鸿的少年,那眸子当中流露出惶恐之色,他的气势飙升了,他怎么突然变强了,秦辉大惊失色,任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明明在睡膝间就可以诛杀这个少年,可是, 此时一切都变了,他,突破了,达到了先天境,事已侮辱先天,秦辉心中有千百个念头闪烁,刷,点,然而,就在他心思点转时,林飞的长剑气势如虹,已经出现在了秦辉眼前,叮。 下一刻,两人的剑尖撞击在了一起,不等秦辉做出反应,他便是看到自己的长剑寸寸崩碎,他的剑矢宝剑,完全可以切金断石,磕死石,却如同木头一般断了,他可以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剑矢被一股一往无前的气势,一股不可抵挡的气势冲击崩碎,而后,见其呼啸,一股恐怖的凄凉便是将秦辉淹没, 他感觉自己的呼吸一致,体内的真气都四为之凝固了起来,寒气弥漫,他的灵魂都打了一个哆嗦,秦辉的身子,直接被震飞十几米远,而后,他亮枪落地,刷,秦辉才落地,不等他稳住身形,他的眸子便是看到剑光衣闪,一柄长剑刺入了自己的心脉,痛,冷,长剑如心,秦辉的灵魂做出了第一反应,下一刻,他的痛觉消散,因为,他心脉之处,已经有冰晶蔓延, 他的血肉,完全被一股寒冷的真气给冰封,他的知觉,在不断地消失,第六十三章古中线真龙,一剑穿心,秦辉的身子开始有冰晶凝结,这,你,他的眸光转动,瞅了瞅自己的心脉所在,又瞅了瞅身前那一粒的少年,在秦辉的眸子当中,近时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在刚才,自己明明瞬息间就可以诛杀眼前的少年了,可是,对方却突然爆发出了恐怖的实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秦辉怎么也想不明白,踏入先天,可没有那么容易啊,何况在战斗中,在绝望中冲击先天了,只是,随着冰晶满眼,随之心脏破裂,他的知觉全消,那脸上的表情随之僵硬,便是他那瞪大的眸子,也覆盖了冰晶,秦辉,就此陨落,我又怎么能败,我又怎么能认输, 为了义父,为了雪兮,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也不能认输,绝不能认输,此时,灵飞早已落地,他眸光灵力,就那么紧紧地盯着前方化为冰雕的秦辉,口中不停喃喃着,这话,似乎要烙印在他的灵魂深处,成为了他所坚守的底线,为了义父,为了雪兮,他都不能死,因为自己若是死了, 就没有人去保护这些亲人了,所以,他不能认输,所以,纵使陷入绝境,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他都要一往无前的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从今后,我灵飞绝不轻言放弃,灵飞的眸光坚定无比,他凝视着前方一字一句地说道,这是在对自己立下坚守的誓言,经过此次事件,灵飞深深地知道了生命的可贵,若是自己死去, 和那亲人,将是永别,那将成为他此生的遗憾,所以,他得好好的活着,要想活着,就必须变强,灵飞眸光一闪,瞅向了眼前的秦辉,难难道,若是不够强,面对敌人,就只有死路一条,灵飞将那刺入秦辉心脉的长剑收回,此次,我虽诛杀了这秦辉,可秦氏的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开始沉思了起来,如今,他出门在外,一切,都得靠自己,毕竟, 就算有人护持,可敌在岸,没有足够的实力,终究是要隐分,就如这次,谁会想到秦氏的人会来此袭杀灵飞,我的实力,似乎提升了许多,而后,灵飞心神一动,开始观察自己体内的情况,刚才出手,他完全是一腔热血,忘乎了所有,而后,血气冲天,爆发出了惊人的战力,可是,在这惊人战力爆发的同时,他感觉自己挤住如龙,有惊人的力量喷涌而出, 一股强大的真龙之势加持在身,使得他当时那股一往无前的气势更加狂霸了,旋即,他的心神,沉入体内,呼呼,此时,灵飞体内,真气奔涌,如大河之水,都向着腹部丹田处奔流而去,我开辟了丹海, 精神一动,灵飞内心便是一阵,此时,他腹部丹田如海,磅礴的真气向着丹田汇集而去,本来,修者体内经脉和丹田处有着桎,极难打通,唯有踏入先天,才可以打通经脉,连接丹海,经脉如河流,真气如水,海纳百川,这河流之水,终究是要汇集如丹海当中, 见此,灵飞立即盘膝在地,运转弓法,呼呼,当弓法运转,磅礴的寒气呼啸,如同河流,向着灵飞汇集而来,此时,他背后的几股,光纹闪烁,演化出了一个巨大的气旋,也在共鸣,在疯狂地吸收寒气,无尽的寒气被吸收,转化为寒吃真气,灵飞体内的经脉,向着丹海汇集而去,一个时辰后,灵飞停止了修炼,此时,在他丹海当中, 只有一小蛙含吃真气,丹海浩瀚,我的真气相比而言还是太少了,感应着丹海的情况,灵飞深深吸了口气,这就是脆体境和先天境的区别,脆体境,真气圆满,可是那真气注入丹海,却只是一小蛙而已,若先天圆满,当中的真气,可是要蓄满整个丹海啊,不然想象,那该有何等恐怖的力量,再者,先天境的持久作战力也不是脆体境可比,就如此战, 灵飞本来可和秦辉抗衡,可战到最后,他真气不断浩劫,实力不再巅峰,此消彼长之下,自然会一败,本来,连接丹海的经脉闭塞,很难开辟,唯有踏足先天,借助先天之势才可开辟,我这次算是已侮辱先天, 灵飞停止运转弓法,而后心神一动,向着背后的脊柱感应而去,虽然之前他陷入了一个望我之境,可是,他依旧能感觉到脊柱最后爆发出的恐怖龙威,自己能一举江秦辉击溃,能踏入先天,和那种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一切都是击鼓。 当下,灵飞谋路期许,立即以心神向着脊柱感应而去,在许久前,他就感觉自己的脊柱似积蓄了一股恐怖力量,如有困隆要突破之雇,腾飞九天,如今,脊柱真的发生了变化,却不知有什么惊喜了呢? 此时,灵飞脊柱之内光闻如动,如一个巨大的漩涡在搅动,这个漩涡,似沟通了另外一个天地,带着几分好奇,灵飞心神一动,向着那个漩涡感应而去,哭。 当心神向着那漩涡感应而去时,他如沉入了一个陌生空间当中,嗷吼,眼前光阴闪烁,龙银阵阵,阵人心魂,有龙银,听得这龙银,灵飞内心一震,立即带着几分好奇,那心神向着前方感应而去,而后,他便是看到前方金光绽放,如神灰笼罩,一条灵甲森然,气势威严的金龙正腾飞于空,一股浩瀚而狂霸的龙威,从那金龙身上弥漫开来,那种龙威,让得灵飞 呼吸都一致,心神不由自主地生出了敬畏之心,那感觉,就如同见到了神灵,忍不住要去顶礼膜拜,龙。 不知为何,灵飞对这金龙又生出亲切之意,而后,灵飞的心神忍不住向前,要去近距离观看这金龙,奇怪的是,那龙威浩瀚,似可碾压一切,可是,灵飞的心神却又偏偏没有被碾碎,前方金龙盘旋于空,带得灵飞的心神靠近,他却发现,那金龙似乎在另外一个空间,嗡。 他才靠近,一阵连一阵荡开来,将之排斥之外,吼。与此同时,那正盘旋在空的金龙眸子一闪,偏动龙手,瞅向了灵飞,这就是龙吗? 当这金龙瞅向灵飞的心神,灵飞内心一阵,似乎一切画面都在此定格,定格在这条金龙身上。 第六十四章真龙念神诀,这是一条头角真龙,眸入威严的巨龙。 他那灵甲闪烁着金光,光芒耀眼,如同利刃,要撕裂苍穹,他那尖锐的龙脚有光纹流转,使之如同王冠,代表着霸主的身份,让人忍不住要顶礼膜拜。 他那龙须浮动间,又如杨柳浮动,给人一种仁德如君的感觉,真龙啊! 传说中至高无上的存在,望着眼前的真龙,灵飞内心莫名的激动,嗡。 也就在此时,那真龙眸光一闪,呼。 而后,光影闪烁,一道惊鸿穿过那光幕,直接向着灵飞的心神冲击而来,一股浩瀚的龙威将灵飞的心神淹没,这,这突来的变故,让得灵飞始料未及,不等他多想,那光影一闪,就融入了他心神当中,下一刻,灵飞感觉自己脑海当中多了一些信息,真龙恋神诀。 当这些信息没入脑海,灵飞内心立即移动,人肉身,还有魂魄,肉身如躯壳,魂却为之根本,如灯,灯火不灭,则永世长存,纵使肉身腐朽,亦可不死不灭,魂化神,可目观八方,神达万里,一段口诀总刚随着灵飞的心神默念了起来,魂为根本。 魂如灯,若灯火不灭,则可永世长存。 炼魂化神,神念所及,可达万里。 顿时,灵飞内心一震,这功法的总刚太宏大了,也太吓人了,一个念头,就可达万里,那该是何等的强大? 这绝对是首眼通天,该是人物才有的手段啊。 在古籍当中,灵飞也是有所涉猎,可毕竟是书中记载,可此时,他却得到了一门这样的炼神之法, 若魂不灭,将永生长存。 这是要正道掌声吗? 灵飞心中掀起了阵阵波澜,如今他获此法诀,也就是说,他只要努力修炼下去,就有机会成为这样的强者。 这是真的吗? 此时,灵飞内心无比的激动,这让他感觉如梦似幻,古籍也有言,长生之路多枯骨,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登临绝颠。 足足愣了几个呼吸,他才将心中的激动情绪给平息下来,不得一步步走, 武学,只是敲门砖而已,能否走到最后,还得看个人的造化。 而后,他的心神继续阅读那脑海当中多出的法诀,瞧到最后,他心中恍然,这是一套以真龙之气淬炼灵魂的法诀,与真龙炼体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看来,这法诀是我触及了龙骨的禁制才获得的功法,灵飞心中了然,在踏足脆体九重镜时,他如冲破了几股的一个封印,凭此,他获得了真龙观想图,如今他迈入仙天境,又似乎冲破了几股的一个封印,凭此,他获得了真龙炼神诀,以后了。 是不是这几股还会有惊喜等着自己,我这几股到底有什么来历,灵飞一脸沉思,难难道,义父,他又是否知道我几股的情况。 到了此刻,他越发感觉自己的几股非同反响了,旋即,灵飞心神一动,又向着几股感应而去,真龙还在,被光纹隔绝,灵飞仔细看去,却也发觉不了什么,不过他隐约有一种预感,若是自己的灵魂力再强大一些,或许可以穿过那光幕, 进入真龙区域,在那里,又有什么呢?灵飞心中充满了期许,甚至他感觉刚才那真龙炼神诀的出现,就是为了他强大自身灵魂,为进入前方光幕内为准备,先努力修炼,等强大了神魂,再来这里探个究竟。 而后,他的心神从那几股空间之内退出,心神退出,灵飞眸光扫十八方,如今,山川冰谷内寒风呼啸,秦辉的身子如同冰雕,就那里立在原地,这秦辉陨落,必然会引起麻烦,我得尽快提升修为,灵飞暗自打算着,先将他置入湖中。 而后,他提着秦辉,向前而去,前方寒气越来越浓郁,在继续前进了半个时辰后,一个被冰山所环绕的湖泊出现在了灵飞眼中,这湖很大,阴望无际,简直如同大海般浩瀚,根据资料显示,在两千米外的湖底深处有冰心水存在。 灵飞向着前方看去,湖中寒气缭绕,很冷,莫说脆体静,就连仙天静的修者都无法长时间待在这里,何况,是待在湖底了。 所以,这个任务,一般的仙天静修者都不会来接,灵飞将秦辉的尸体扔入湖中,而后,他身子一动,就跃入了湖内,湖水冰冷刺骨,寒气侵入,极为霸道,灵飞在进入当中后将针龙链体绝运转起来,那寒气全部被击骨吸收,转而化为寒吃车。 真气,对于他而言,这里的寒气,时越纯粹越好,很快,他就出现在了两千米之外,旋即,他潜入水底,越到水下,寒气越冷,如此冰冷的寒气,先天静修者都无法坚持多久,灵飞深有感触,而后,他的眸光转动,开始扫十八方,寻找着那冰心水,水底狠许多的植物,还有石头,甚至,还不时有鱿鱼出现,灵飞将心神也释放出去,很快,他便是发现了一些宛若冰晶的尸体, 结状型植物,冰心笋,为一种生活在极寒之地的植物所孕育出的精华,这植物如同玉笋,若是将之剥开,里面可以发现冰心水,那是此物之精华,冰心水可以对抗以及治疗一些火毒,是炼药的极佳配方。 在资料当中,有着关于冰心水的介绍,灵飞立即向着那片区域游去,一株,两株,三株,燃有二十八株成熟的冰心笋。 眸光一扫,灵飞就发现了二十八株冰心笋,这冰心笋,如同竹子,有着一节节的节纹,每一节当中都郁郁着冰心水,按照任务所言,一节冰心水,就可以获得一万积分,一株大概有七节,那么就是七万积分。 有了这些冰心水,我足以兑换天河见绝中部了,顿时,灵飞心中一喜,而后,他开始将这些冰心笋采摘下来,装入那节当中,嗡! 就在他采摘了十八株时,一阵波动泛起,而后,灵飞便是看到湖中深处,有着一道道影子浮现,是冰雄,还有水尸。 灵飞眉头微皱,仔细感应而去,得撤,不然在水中将很麻烦。 灵飞也不耽搁,在顺手采摘了两株冰心笋后,便是向着岸边游去,可是湖中的水兽却是不断向他汇集而来,快,得快点离开此地。 灵飞运转血气,全速前进,可是,他和那些水兽的距离在不断缩小,水兽本就是水中之物,那速度自然不是灵飞可比,还有七百米了。 灵飞全力游动,向着岸边而去,可是,后面光影一闪,居然有一条巨蟒游来,这巨蟒卷来,立即有一股恐怖的骇浪向着灵飞拍打而来,这骇浪当中蕴含惊人力量,还有一股恐怖的寒道之势,寒蟒,还是先天静的寒蟒。 当那气浪翻卷而来,灵飞立即就感应出了这巨蟒的修为。 第六十五章一剑朱砂,湖中巨蟒翻滚,携带着滔天气势向着灵飞席卷而来,在远处,是一条灵甲遍布的银色巨蟒,先天静,来得好。 在感受到那银色巨蟒的气势后,灵飞眼睛一亮,他索性停在了原处,任由那滔天骇浪席卷而来,此时,前方巨蟒席卷,气势滔天,当中还有着一股极寒之气伴随着巨蟒肆虐而来。 那寒气所及,湖水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聚冰晶,如此一幕,骇人无比,不难想象,若是脆体静的修者在这水下,该如何与这先天静的妖蟒争锋? 只怕,那寒气所及,就将被冰封在此,也是如此,这个任务才会被视为高级任务,普通先天静修者都难以抵挡这种寒气,此时灵飞能深深地感觉到这危险程度,只是,那寒气袭来,还没有触及他,他背后击鼓光纹一闪。 而后,一个巨大的气旋突然在水中演化而出,旋即,前方那巨浪当中的寒气居然化为了洪流,被灵飞的几鼓牵引而来,围入了那气旋之内,当寒气被吞没,在灵飞体内,开始有寒吃真气衍生,同样修炼寒道,而且还有着神奇几鼓的灵飞,根本就无惧这点寒气,所以,此时寒气对灵飞的冰封效果减弱,剩下的就是那先天之势了。 那巨浪翻滚,气势灵人,似可湮灭一切,先天之势很强,可如今的我也踏入了先天境,灵飞眸光灵力,那手中赫然多了一柄长剑,而后,他手持长剑,大步猛地向前一步迈出,当这大步迈出的时候,灵飞的心神沉入了真龙观想图之内,你我见识,真龙破天。 顿时,低沉的声音从灵飞口中吐出,他手腕移动,那长剑便是当头斩去,这一剑斩去,剑是灵人,吼。 剑气从剑刃上迸发而出,而后有着一声龙吟爆发而出,一息间,可以感觉到,那剑气如龙,破浪而去。 砰,剑气所及,龙吟阵阵,剑气滔天,还带着狂霸之势。 那原本气势灵人,如同山源般压迫而下的巨浪,就那么被灵飞这一剑破开。 而后,他大步迈出,从那破空的巨浪空隙当中闪烁而出,眼前,一条能有水桶粗,实丈长的巨蟒随之呈现,只是,此时的巨蟒那双如同灯笼一般的眸子当中尽是露出惶恐之色。 那龙吟之势,震慑着他的心神,龙为万寿之首,超然于外,对诸兽都有着血脉压制,仅仅时那音波,就让诸兽胆寒,死。 趁此,灵飞长剑如虹,直刺这巨蟒的心脉所在,咔嚓。 剑气凌厉,刺破了那灵甲,直入银蟒心脉。 与此同时,一股极寒之气弥漫开来,将这银蟒冰封。 顿时,一条仙天境的银蟒就此陨落,我这真龙之势和剑气融合,俨然成为了强大的武学。 灵飞收剑,谋碌智慧的光芒,自从他上次一往无前的对秦辉出手后,他对剑气及真龙之势的运用俨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次出手,更是将这两种奥义不断融合,运用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了起来。 本来,先天境的妖蟒灵甲坚硬无比,一般的宝剑根本无法伤其分毫,可是,灵飞剑是灵人,那真气如龙,力量惊人,再者,妖蟒也被灵飞这一剑的气势震住,防御之力有所减弱,才会被他一剑诛杀,这妖蟒的血肉,灵甲,金骨都可以卖出好价钱,也可以去兑换积分。 灵飞大手一动,将巨蟒射入了那戒当中,此时他才真正地感受到了这那戒的好处,若无此物,他根本无法将这些战利品收为己有,当灵飞将这巨蟒诛杀时,后方的兵雄,水师,全部都镇住了,他们皆被灵飞那一剑释放出的威势所震慑住,当他们从这威慑中清醒过来后,便是看到那先天境的巨蟒被诛杀,更是完全呆住了,他们都知道,那以蟒为先天境的存在, 此时却被瞬息诛杀了,这个人类该多强?妈呀,这个人类太恐怖了,许多妖兽愣在原地,内心在咆哮一番后,掉头就走,呼 只是瞬息间,成千的妖兽,全部退走,湖边区域恢复了平静,看来这些妖兽也是实实物的存在,不过,这湖太大了,不知有多少先天境妖兽存在,不宜久留,虽然一剑得手,可灵飞也没有狂妄自大,自从和秦辉交手后, 他深深知道了小心二字,唯有小心谨慎,才可以长存于是,灵飞转身,突然,他心中一动,真龙出海 灵飞的心神沉入脑海真龙观想图之内,顿时,在图内有真龙出海,现实中,他的身子一动,一股真龙之势凝聚,嗷吼 一声龙影响彻开来,下一刻,湖中卷起了一阵巨浪,一道身影从当中闪烁而出,旋即,灵飞身如真龙,迫海而出,瞧这般模样,他似乎,俨然将真龙观想图内的感悟,完全和现实融合,他,真的身如真龙了 下一刻,灵飞的身子就落在了岸上,这,才是真龙 灵飞落地,那心神已经将种种感悟,烙印在灵魂深处,此行,他对真龙之势的感悟越发深厚了起来 这次,我不仅完成了任务,也踏入了先天境,总算是不需此行,湖边,灵飞环视八方,只是,秦府的人,是一个潜在威胁 虽然秦辉被他扔入了湖中,不久后,他将被妖兽吞食,可是,一个大活人消失,秦府的人肯定能猜出一些端倪,并不用多久 他肯定会迎来更强大的敌人,我得尽快提升实力,灵飞眸光一转,现在,还是先回学院,免得再生事端 虽然他实力有所提升,可是,若有天当劲强者来袭,又如何抵挡 所以,在没有实力前,必须小心谨慎,在学院,至少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对他出手 冰川寒谷内,并没有人,灵飞一路前进,来到边缘,便是看到那依旧在等候他的玄鹰 这玄鹰倒是忠诚,见此,灵飞一笑,而后,他取出一只熊掌给玄鹰吃 这是翠体九重镜的熊肉,吃了可以长血气,对这种玄鹰而言,是最好的肉食了 玄吉,灵飞乘坐着玄鹰向着天河学院飞去 第六十六章让人期许的灵飞,玄鹰展翅,急速飞向远处 三天后,灵飞顺利回到天河学院,回到天河学院,灵飞首先便是将玄鹰归还 当然,他还特地给玄鹰留了两头兵雄为时,以施奖励 玄吉,他去任务堂的交接室,交任务,因为完成任务,借有一个期限,若是超过了期限 任务堂会再次发布这个任务,首先,他将冰脸,雄板兑换了积分 而后,他去高级任务是兑换冰心碎的积分 高级任务是接待玄鹰的是一个身材高挑的美女,名为周小宇,任务完成了 当玄鹰说明来意后,这周小宇不由谋鹿惊讶,那双如同秋水般的毛字邓的老大 要知道,这个任务,便是先天静的学员也不一定能完成啊 点,可是,从他得到的资料来看,接下任务的只是一个脆体静的新生罢了 事实上,当初任务堂会让林飞接下这个任务,仅仅是因为他申去韩元灵体罢了 不过,任务堂却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可此时这个少年却说完成了任务 看来,他应该没有遇到先天静的妖兽,周小宇心中嘀咕着 而后,他平息了心中的惊讶,问道,你获得了多少冰心碎 一共20株冰心碎,林飞心神一动,那届光纹闪烁 20株冰心碎呈现在了前方的桌子上,一阵浓郁的寒气,随之弥漫开来 顿时,整个交接室,变得无比的寒冷了起来,让人如在冰窟 这周小宇也是先天圆满静强者,可此时,他却是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20株,都在七节之上,天啊,如此多的天心碎,当中的天心碎足以补给学院今年所需了 见此,周小宇忍不住露出激动之色,这家伙运气真好 激动之下,周小宇眸光上扬,瞅向林飞时露出满脸羡慕 在他看来,林飞能完成这任务一切都是运气而已 而后,他开始计算积分,20株,一共159节 可孕育出159份冰心碎,如此,可兑换159万积分 除此外,这些冰心碎也可以兑换积分,一共给你172万积分 周小宇说道,你可有意义 他眸光上扬,瞅向林飞,没有 林飞说道,那好,请您签下次 如此,周小宇给林飞的积分卡划过了172万积分 旋即,林飞接过卡,签下了名字 兑换天河剑决的中部需要120万积分 以我现在的积分,足够再兑换一本天极武学了 拿着积分卡,林飞充满了期许 有了天极武学,他的战力也将随之提升 除了这些任务物品,其他事物,你们也接收吗 在接下积分卡后,林飞突然问道,其他事物 周小宇眉头一弯,道,若是价值高 我们自然也会给予相应的积分 好,林飞点头,而后说道,我正好还有好东西 不过这里太小了,得换个大点的地方 换个大点的地方,周小宇一愣 问道,是什么东西,是一条巨蟒,能有九丈长 林飞说道,九丈长的巨蟒,可不是脆体劲的腰蟒能达到啊 文言,周小宇内心一震,他瞅向林飞的表情,变得怪异了起来 这个青年,能斩杀仙天境妖兽 林飞此时气息内敛,一般人根本无法看出他的修为 毕竟,他是一五入仙天,那种融入天地自然的气韵 还不如那些正常踏入仙天境的人 可看林飞那淡定的模样 周小宇却又隐约感觉这个少年有着一种脆体劲不可有的沉稳之势 似乎,他并不像开玩笑,而后,他带着林飞前往了一个宽阔的街收室 来到这里,林飞心神一动,而后,他的那截光纹闪烁 那被冰封的银色巨蟒便是落在了这街收室内了 一股极寒之意弥漫开来 那种寒气凌厉无比,当中带着一股剑势 剑势凌厉,寒气逼人 这是林飞那一剑所残留的气势 虽然隔了三天,可气势依旧长存 这是先天境才有的气势,周小宇眸光一宁 紧紧盯着那巨蟒,此蟒,也是先天境的存在 而后,他抬头,瞅向林飞,道 这是你所斩杀的巨蟒 在他眸子当中,有着难以言说的震惊之色被压抑着 是,林飞希子如今,是你在冰川内湖所斩杀的 周小宇再次问道,是 林飞说道,连续两问,少年的答案依旧如此单粹 周小宇那内心压抑着的波澜终于是被掀起 而后,他那双如秋水般的眸子上下打亮着林飞 说道,你已经踏入了先天境 若非如此,他实在想不到 这少年如何能在水中和先天境的妖蟒争锋 不错,这次林飞说了两个字 而后,说道,这妖蟒,可兑换多少积分 这妖蟒林甲保存完美 仅仅只是心脉被刺穿,价值不小 同样,他的筋骨也可制成兵器 见林飞问来,周小宇一脸正色 在沉思后说道,若你要将之兑换积分 可以换八万积分 八万积分,也是不错了 就兑换了吧 林飞微微点头,好 我这就给你办理积分转移 而后,周小宇又给林飞的卡上划了八万积分 这卡上的积分 若是在你毕业后,还有剩下 可以来学院办理置换 可兑换物品,也可以兑换为银币 周小宇将卡交给林飞 不过,此次他特意提醒了一句 似乎,如今的林飞在他眼中 俨然多了几分分量,多谢了 林飞接过卡说道 记住,我叫周小宇 以后你若有好东西可以随时来找我兑换哦 周小宇奄然一笑 说道,一定,林飞一笑 而后走出了接收室 这林飞之前不是才脆体九重中期静吗 居然踏入了仙天境 瞧这一莽残留的气势 他似乎是已侮辱仙天 周小宇目送着林飞离去 在他那双毛子当中 尽是流露出惊讶的光芒 这个少年,似乎比他想象中还强啊 不用多久 新生就会举行季度考核了 也不知他能否立压群雄 对此,周小宇满脸期许 根据他所得知的消息 那庞飞,可是已经在两天前踏入了仙天境啊 除此外,周峰,柳明,善官宇柔也要踏入仙天境了 想必,到那时候,将是一场龙争虎斗 第六十七章见到真意 林飞从任务楼走出 而后,他直接前往了五格 五格二楼,林飞在选择武学 天河见绝中部,是我必学的武学 不过,兑换他得120万积分 剩下61万积分,还可以兑换一本天极武学 所以,我现在的积分,只能再找一本天极武学 林飞心中计算着,天河见绝很高深 第一步,都比普通的天极武学强 这中部兑换的积分,是按照玄极武学的积分来兑换 至于天极武学,兑换一本 仅仅需要40万到60万的积分 当然,这些积分对于普通的学员来说 简直是天文数字,唯有踏入仙天境 才能轻松地赚取积分 如林飞这样一下就赚取180万积分的新生实在太少了 我现在领悟了剑士 还领悟了真龙之士 战力已经很强了,却少的就是身法 林飞仔细分析自己的不足 如上次和秦辉一战 对方就是站着强大的身法 逼得林飞陷入了绝境 若是他的身法也达到这个地步 完全可以凭借翠体九重禁就和那秦辉血战到底 心中计较了一番 林飞就前往了步伐区域 风影步,灵波步,欢影步,灵蛇步 各种身法呈现在眼前 这些都是天极身法 风影步很玄妙 身随风而动,又如影 配合剑法之飘逸 可出其至圣 这是一套极强的步伐 就选他了 林飞深深地感受过这风影步的玄妙之处 对这身法也是有着几分向往 若是能掌控这门身法 达到天人合一之境 那么对比时,就将更多几分把握 而后,林飞选下这本五学 在旁边触及了兑换二字 便是有光纹闪烁 旋即,他的积分卡一画 光纹闪烁 那只放着五学的格子打开 如此,一本五学 便是兑换成功 至于天和剑爵中部 却在三楼 身法为次要 天和剑爵中部才是主要 拿着两本五学 林飞颇为满意地离开了五格 五学在金而不再多 何况,他还有真龙恋神爵了 拿着五学 林飞就前往了自己的修炼室 我先闭关稳定修为 再参悟天和剑爵 林飞回到修炼之地 而后直接在寒洞前挂了一个 谢爵打扰的牌子 如此,他在修炼期间就没有人来打扰了 不过,那负责照顾他生活起居的人 还是会负责一日三餐 寒洞内,林飞盘吸在修炼台 运转真龙恋体诀 功法运转 几鼓光纹闪烁 有一个巨大的气旋演化而出 此时,林飞早已经习惯了几鼓跟随功法运转 似乎,真龙恋体诀和自己的几鼓本就是一体的存在 呼呼 几鼓气旋蕴含着一股恐怖的牵引之力 那修炼台所牵引来的寒原之气 如奔流的河水被他吸收 我这几鼓吸收天地元气的速度 变快了 几鼓才一运转 林飞就感觉到了几鼓气旋的变化 此时,那吸收寒原之气的速度 俨然超过了之前十倍 甚至,世数十倍 呼呼 寒气搅动 充斥整个寒洞 林飞完全被寒气所笼罩 甚至,那地下的寒气原脉 都在微微变动 似乎原脉当中的寒气 都被影响 接向着林飞这里汇集而来 此时,林飞体内不断有寒吃蒸气衍生而出 那衍生蒸气的速度 也超出了之前的数十倍 好恐怖的速度 林飞都为之一阵 这也太妖念了吧 这寒气原脉当中的寒原之气 会不会被我全部吸收完 甚至,林飞感觉 若自己一直在这修炼下去 这条寒气原脉会不会干枯 要知道 他的寒吃蒸气没衍生一丝 所消耗的寒原之气就是普通人衍生一缕蒸气的数十倍啊 我能提升修为就好 寒原之气 让别人去哭吧 林飞甩了甩头 立即便是开始继续修炼 蒸气为修者之根本 就算领悟了见识 可是 没有足够的蒸气支撑 威力也将有限 对于提升蒸气 林飞也不敢懈怠 在这寒原岛上 为什么我感觉牵引寒气 有些不畅 在另外一个修炼寒洞内 寒冰那毛子猛的睁开皱眉道 不知为何 他感觉自己牵引寒气的速度有些不流畅了起来 是这牵引寒气的振文出问题了吗 寒冰谋路诧异 不过 寒气依旧被牵引而出 影响也不是很大 他甩了甩头便继续修炼 旁边的寒洞 寒酒流 寒精都发现了这问题 振文没有事情 可寒气为什么会发生波动 甚至 学院的几个长者也感觉到了异常 这让众人诧异无比 可此时 灵飞体内的寒吃蒸气却在不断增加 本来 他的丹海之内 蒸气只是一小蛙 那经脉当中 蒸气只是如同溪流了 可如今 经脉当中的蒸气也被补给完毕 这仅仅是一天而已 在经脉当中的蒸气补给完毕后 蒸气就开始引入丹海内了 按照这样的速度 我很快就能使得蒸气达到先天中期的地步 对此灵飞充满了期许 如今 他剩下的就是对先天境的感悟了 深夜 灵飞心神沉入石海 而后 他开始参悟真龙炼神诀 以真龙之气 淬炼心魂 以此衍生神魂之力 法觉玄奥 可灵飞细毒之下也是有所明悟 神魂之力 就如同肉体衍生的真气 不过 神魂之力用途很大 可操控各种强大的兵器 此时 灵飞对神魂之力的用途也略有了解 修者在踏入元丹境后 便会诞生强大的神魂之力 虽然灵飞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可此时凝聚神魂之力 能为以后成为强者立下一个夯实的根基 这将是他的优势 神观心 神与气和 陆府炼神 在了解真龙炼神诀后 灵飞便运转功法开始炼神 随着他心神引动 体内的真气 跟随着心神而动 那心神要与真气融合 确切地说 是将真气融入心神当中 而后进入脑海当中 淬炼那灵魂 真气和心神融合 对于普通修者来说 这是很难办到的事情 首先 这需要强大的灵魂力才行 不然根本无法凭借心神 驾驭真气 灵飞不断运转功法 尝试融合真气 终于 在半个时辰后 真气似与心神融合 不分彼此 入神府 炼神 当下 灵飞心神移动 操控真气 要没入脑海之内 人之神府 本就存在 为灵魂寄居之所 只是 灵魂之力可以从神府释放出来 其他的事物 却无法进入神府内 这一切 是因为神府之弊 并没有被开辟出来 也就如 神府未曾真正的开辟 真气不断上移 来到了眉心翘雪所在 眉心翘雪 也被称为神府 只是 一般的人根本无法开辟神府 开辟神府的人 皆是神通广大的存在 所以 此时灵飞也只能以心神融合真气 再没入脑海神府内 否则 他也无法将真气直接引入脑海内 心神念动 回归于脑海 成功了 当心神携带真气归入脑海 灵飞内心移动 如今神府 也就是他脑海当中 一片漆黑 空间很狭小 根本就不算一个真正的神府 这里 仅仅只有灵飞的灵魂与真龙观想图 心神回归 带着真气开始去淬炼灵魂 啊 当真气向着灵魂而去 灵飞的灵魂都为之颤抖了起来 那寒气 似要将之冰封 虽然他的心神和真气融合了 可是 心神只是心念加神魂之力的存在而已 他的灵魂却依旧是独立的个体 剧痛 寒冷 使得灵飞灵魂都在颤力 身子在发抖 那痛苦 绝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承受 可在这种剧痛之后 灵飞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之力 似乎更加强了一些 他睁开眸子 眸光都变得锐利了几分 这是灵魂得到脆体的结果 继续 灵飞无惧疼痛 继续脆体灵魂 一次次淬炼 使得他的灵魂不断变强 眨眼间 七天时间过去 经过七天修炼 灵飞的真气越发棒薄了起来 除此外 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在变强 天河剑爵 中部 这一天 灵飞取出了天河剑爵中部 开始参悟 打开剑爵 光影一闪 立即有剑气冲天 在剑气之上 一段蚊子闪烁 直接悬浮在空 天河剑爵 是如何 时而汹涌 时而平静 无招 人有意 可化无穷 不仅如此 蚊子间 还伴随着一股浓郁的剑意 下一刻 灵飞便是在剑爵上 看到了一条奔流的大河 大河边有一个男子持剑 灵河而立 剑无招 人有意 可化无穷 灵飞内心一阵 似有一个浩瀚的剑道 在眼前逐渐展现 逐渐的 灵飞的心神 融入了剑集当中 他就如河边的男子 手持长剑 在感悟剑意 感悟这大河傲益 剑是如何 时而汹涌 时而平静 时如天地自然 有静 有动 可汹涌 可刚往 亦可平静如水 可化万行 可化万道 剑无招 人有意 可化无穷 剑是 剑是 随心而动 随心出 顿时 灵飞对剑道有所领悟 而后 他常见一动 持剑而去 那剑其奔涌 如长河之水滚滚 旋即 他剑是又是一动 那剑气平静的如春风拂面 下一刻 他的长剑破空 锋芒射人 剑随一动 可化无穷 灵飞收剑 那谋光变得无比的坚定了起来 如同一股剑道奥义在凝聚 而后 他低声道 这就是天河剑决的真意 到了此刻 灵飞儼然明白了天河剑决的真意 这天河剑决的中部 已经被他所参悟成功 第六十八章学院考核 寒洞内 灵飞成功参悟了天河剑决的中部 此时 他明悟了天河剑决之真意 对剑道奄然有了新的领悟 又经过两天时间 他彻底将这天河剑决中部融会贯通 在他身上 隐约兼有着一股强大的剑道真意弥漫 如今的他 显然是成为了凝聚剑义的剑道高手 这比起凝聚剑士 可是高出了一个层次啊 现在 可以继续参悟风影部了 在剑道有所成就后 灵飞开始参悟风影部 五集打开 呈现在灵飞眼前的是一幅山水画 画中 似有狂风呼啸 有人在风中行走 风影部 人随风动 风随人动 风人合一 便是大成 欲学风影部 必先明悟风之傲义 五集上 一段步伐总刚出现 若仔细感应 能感觉到那页面上呼啸的狂风 欲学风影部 必先明悟风之傲义 灵飞难难 而后心神沉入了那页面当中 那里狂风在呼啸 让人能感觉到一种飓风之势 似要被卷入当中 随风而动 随后 灵飞又想起了当初秦辉出手时的感觉 那时 他就感觉秦辉似乎融入了飓风当中 那是与风合一的境界 灵飞难难道 唯有明悟风之傲义 才能达到这风人合一的境界 所以 他并没有着急 而是先感悟风之傲义 唯有如此 才能掌控这风影部 时间流逝 眨眼睛 灵飞从冰川回来已经有半个月了 此时 天和学院内无比的热闹 因为学院在进行季度考核 季度考核 是对学员学习成绩的教验 若是能在当中突颖而出 可获得学院的奖励 甚至一些普通学员还可以去挑战天才班的学员 若是挑战成功 他们可以进入天才班 替代失败者 除此外 天才班牌位靠前的人 也将获得学院的奖励 总之 季度考核 是天和学院的一大盛事 每次举行 都将引来整个学院的关注 如今 新生的季度考核已经进行三天了 这三天 普通班的比赛早已经结束 甚至 已经有三挑战天才班成功 从而获得了进入天才班 天才班的资格 天和学院新生区 一座巨大的比赛场当中 此时 比赛场四周坐满了人 在中心处那巨大的夜舞台上 上官飘雪正在和周清水在比试 待战台上 上官宇柔 等人正在关注这比赛 飘雪见识精灵 不过悟性却比清水差了一些 上官宇柔微微摇头 道 这周清水要胜 旁边 柳明 旁飞 周峰等人都端坐在一张椅子上 只是 他们紧闭着眸子 似乎对于台上的比试 并没有什么兴趣 在旁边一个看台上 若欢导师 和学院许多的导师 也在关注着此次切磋 可是 众人兴趣明显并不大 反而是附近那些普通学员 一个个都在高呼 为上官飘雪和周清水加油 如今上官宇柔 周峰 柳明 旁飞 这些天才都踏入了先天境 他们之间的比试 才让人期待 附近一些老学员 也是兴趣缺缺 对于他们而已 新生鄙视 值得关注的也就是前面那几个天之骄子 因为这些人若是成长下去 或许可以和老生争锋 若扫视而去 可以看到 在看台座上有柳元 唐海 黄小曼等等老生 甚至 在人群中 还可以看到一个人 秦荣 如今新生考核已经三天了 那林飞却还没有出现 秦荣眉头紧锁 心中难难道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 他已经归来 并且交了任务 可秦辉堂弟却已经消失了二十天 多半是已经陨落了 秦辉堂弟可是堂堂的先天境高手 那剑法 身法 都要达到先天中期的级别了 如此人物去袭杀一个脆体精的修者 怎会失败 秦荣眉头紧锁 任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秦辉会失手 可这结果 却是秦辉销声匿迹 归来的是林飞 秦荣带着满心狐疑 想在此次切磋当中找到答案 可惜 一连三天 他都没有看到林飞 心中更是焦急了起来 除了这秦荣 其他人对此也心有猜测 马上就要前十之战了 可是那林飞却还没有出现 他是要错过这场比试吗 一个天才般的学员说道 呵呵 如今有公子 周公子 庞公子 便是与柔小姐都踏入了先天境 超越了其他的天才 这林飞多半是知道了此事 他自己会一败 才故意如此 我看 等比试结束 他或许就会出来了 一个学员笑道 比试结束 我看他是要踏入先天境才敢出来 否则他怎么和柳公子等人争锋 呵呵 也是 那时候 若柳公子等人出手挑战 这林飞不应战也不好意思了 各种议论声 从人群中传出 可惜 不能见识这个人榜第一的天才 据说这可是个寒门子弟 本来 还指望着他为我们出头啊 当议论声传出 许多学员都满脸遗憾 小曼 你这小情郎迟迟不出面 大家可都是有意见了啊 在一处观战台上 木雪眉头一挑 瞅向了黄小曼 此时附近议论声不断 他们也是不由着急了起来 是啊 我们可都是专门来看你这小情郎如何大展身手的 结果 他却迟迟不出现 多没趣啊 此战结束 若他还不出现 只怕以前积累的威名 就没有了啊 真可惜 本来我还打算将他当成男神来崇拜了呢 一群女子 满脸惋惜的瞅向黄小曼 见这些姐妹叽叽喳喳的问来 黄小曼感觉一阵头大 在三天前 他去找林飞了 可是 去了那寒洞 发现的却是林飞留下的牌子 谢绝打扰 见此 他也只得默默离开了 毕竟 若修炼在关键时刻 容不得他人打扰 特别是那翠体九重圆满镜的修者 说不定 一被打扰 就从顿悟当中退出 影响了突破 所以黄小曼也就放下了心中的种种思念 小曼 要不你去找他吧 有人说到 他应该在闭关冲击先天静 我还是不打扰了 黄小曼说到 本来 许多姐妹想他带着一起去找林飞 不过却都被黄小曼拒绝了 韩栋妹 林飞还在闭关 可是外面关于他的议论声 早已经是随着前十之战的开启 越来越激烈了 许多人满脸失望 当中不乏一些仰慕林飞的女生 当然 也有人维护他 认为林飞不会如此若诺 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境界 待站台上 上官与柔那秋水一般的毛子眨洞 也是暗自嘀咕着 他心中也是很期待林飞能出现 可是 在他看来 这个少年距离先天静 还有着一些距离 毕竟 他踏入翠体九重镜也并不久啊 寒洞妹 林飞起身 停止了修炼 同时他双手合拢了风影部这本武学 风影部分为三个步骤 分别是随风而动 风随人动 风人合一 如今我已经达到了随风而动的境界 不过想要达到风随人动的境界 却还得多多感悟这风之奥义 可是这武学的奥义已经消散了 如此 这本武学 对林飞已经没有太多的用处了 我该找一处风谷去感悟风之奥义 在飓风当中应该能更好的感悟自然之风 林飞心中思量着感悟天地自然 更容易悟到 先将这武学还给五格 旋即 他离开了寒洞 武学 就算里面的争议之力浩劫了 也得归还 很快 林飞就前往了武学楼 交还了武学 却不知哪里有飓风狂暴之地 走出武学阁 林飞心中暗自沉吟 咦 这不是林公子吗 就在林飞暗自思量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传入林飞耳中 周小姐 林飞抬头 便是看到了一个身材高挑 容颜精致的美女 这个美女 正是任务堂 接收室的美女 周小宇 林公子 你怎么在这 周小宇满脸诧异的丑向林飞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 见对方如此表情 林飞也是满脸狐疑 不过 他仔细一想 又感觉不对 因为他走了那么久 所遇到的人很少 似乎 学院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是新生考核日 如今 已经是天才般的笔试了 你不应该在笔试场吗 周小宇说道 新生考核 文言 林飞一愣 说道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 你这些天都在干什么 周小宇白了林飞一眼 这么重要的事情 这少年居然不知道 我最近一直在闭关 林飞略显尴尬的说道 闭关 周小宇白了一眼林飞 而后便是知道 后者肯定是一个疯狂修炼的家伙 否则 他也不会在如此年纪 就能一五如先天了 现在笔试应该还没有结束 你还有机会 周小宇满脸期许的笑道 希希 你若是在新生考核 若是脱颖而出 学院可是有奖励啊 奖励 林飞对此兴趣不大的样子 正好我任务堂也没有什么事情 就陪你一起去看看新生笔试 不过周小宇却满脸期许 他可是很想看看 这个出身寒闷的少年 是否能力压群雄啊 好 林飞看了摊手掌 尴尬一笑 而后便与周小宇一起前往新生笔试场 第六十九章林飞来了 林飞和周小宇走向笔试场 两人边走边聊 周小宇给林飞讲了许多 关于新生比赛脱颖而出的好处 小宇姐 你可知道在学院附近 哪里有风比较活跃的地方 对于笔试 林飞并没有什么兴趣 他反而是询问起来了 关于风的事情 这可是他当下修炼的关键之处 若能将风引步完善 他的整体实力 也将提升 风 周小宇一愣 我在学风引步 林飞说道 过 周小宇谋路恍然 而后详细说道 就在学院附远处 就有一个天河风口 那里有一条长河峡谷 平时有飓风刮起 狂暴之时 还能卷起百丈巨浪 许多人都喜欢去那里练剑 那里 老生都知道 你随便打听一下就可以了 天河风口 林飞眸光一鸣 而后一脸感激 道 多谢小宇姐了 客气 上次清水历练 也多亏了你帮助 周小宇笑道 清水 林飞眉头一弯 她是我堂妹 周小宇笑道 笔试场中 上官宇柔正和柳明在笔试 上官宇柔手持一柄碧文长剑 那长剑刺去 剑光闪烁 伴随着一股凌厉的剑势 那种剑是席卷开来 就连远处看台上的修者都眼皮微微一跳 只是 柳明剑法也极为不凡 她常见灵动如蛇 攻阀间 迅速而敏捷 总是能抵挡住上官宇柔 如此 一次次攻阀下来 上官宇柔都无法占据优势 反而耗劫了大量的争气 使得七世锐减 这一战 宇柔妹妹要败了 上官清目测力在上官红身后 她眉头微皱 低声道 宇柔这丫头剑法不错 不过她太想取胜了 剑法攻势有加 却少了几分稳重 柳明剑法沉稳 如同蛇伏的灵蛇 看似无害 可一旦出击 必然是致命的一击 何况 她还有其他手段 上官红手履短须 男男道 宇柔还年轻 若是在积累几年 成就也不会低 旁边 几个学院的长者却是一笑 似乎在他们看来 一个女子 能有这般实力 已经很不错了 羞 也就在此时 柳明长剑一闪 当中有灵力的剑气迸发而出 这剑气如何 气势磅薄 突然爆发 向着上官羽柔席卷而去 在这般气势下 使得那气势已弱的上官羽柔 顿时失去了方寸 而后 那剑气长河当中 光闻一闪 长剑如蛇 破浪而出 直接刺向了上官羽柔 那胸腹之间 快 这一剑快到了极致 真的如灵蛇出击 这柳明的确是个天才 俨然将天和剑 绝合他柳式的灵蛇剑融合 观站台上 许多导师点头 羽柔要败了 若欢导师也紧紧盯着前方 刷 长剑刺去 速度极快 上官羽柔步步后退 那如秋水般的毛子 闪烁时有着慌乱的光芒浮现 而后 他脚步一顿 出现在了站台边缘 俨然已经退屋可退了 哭 当他脚步一顿 那趁时次来的长剑也是一顿 凌厉的剑士却还在肆虐 使得上官羽柔的一山迎风舞动 羽柔 你败了 剑士一顿 柳明那攻势也是随之收敛 他脚掌落地 向上官羽柔笑道 哼 我会打败你的 上官羽柔收剑 那眉头上扬 不甘地瞅了一眼面前的少年 经哼到 而后 他连不脉动 就此下台 见此 柳明摇头 不由苦涩一笑 自从年少时自己和这少女切磋 将之打入池塘后 后者就对他耿耿于怀 想要一雪前耻 上官羽柔败了 如今 就剩下三人了 柳明 庞飞 周锋 他们都踏入了先天境 也不知谁会更强一些 当上官羽柔走下比试台 一轮声立即在人群中响起 我看这柳明很不简单 他不仅建树抄群 那柳式的血脉 也很强 据说有惊人的手段 我也看好柳明 许多人发表着自己的观点 柳明也下台了 并没有继续去挑战庞飞和周锋 似乎在他看来 自己根本没有必要去挑战这些人 因为挑战 是要去证明自己 可是他柳明 又何必证明自己 他 本就是天之骄子 超然于外 如此 带台上庞飞起身 呵呵 那么 我们切磋一番吧 周锋一笑 起身 而后 他和庞飞略向那比试台 周锋 他可是有着水灵体 对天和剑绝天生就有着优势 当周锋略向比试台 许多人都谋入火热 学院 以韩式 周氏为主 历任院长和副院长 就是这两脉的人 请 庞飞和周锋对立 两人都直见 四目相对 一股凌厉的气势 随之弥漫开来 在周锋身边 似有波澜起伏 可是 庞飞身上却有着一股厚重之势 要将那翻滚的波澜给压制下来 显然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势 刷 而后 两人出手 皆有着灵力的气势席卷而出 周锋长剑一动 立即有河水翻滚 庞飞那长剑舞动 剑影重叠 如同大山一般压迫而下 这就是灵体吗 身具灵体 果然如同天之骄子 那随手的一剑 都蕴含着一股大事 让人感到无力 当这两个天才出手 远处那些观战的人都满脸素然 就连一些老生也是不由将心中的傲己收敛 心平气和的在观战 感受着台上两人所拥有的气势 飞哥怎么还没有来 当庞飞和周锋大战时 吴大胖却是皱起了眉头 此时比试 可是已经到尾声了啊 若灵飞不来 就错过了此次比试 黄亮也在东张希望 他们都希望灵飞能出现 因为 此时许多人在挤队他们 怎么 你们龙坛阵那的天才还没有出现 是不是怕了 呵呵 若是修为不行 大不了下次再战 可这灵飞居然连战都不敢战 简直是一个懦夫 枉费我以前还那么崇拜他 一阵阵比试声响起 住嘴 飞哥才不会聚战 见此 吴大胖圣目无比 呵呵 明明是缩头乌龟 你还想狡辩 什么寒门天才 不过是诚意识之能罢了 不能踏入先天境 永远都是普通的舞者 怎能和柳公子他们堪比 柳公子才是天之骄子 以后要成为大修士 正道掌声 成为神灵般的天才 你们看 周公子和庞公子多厉害 呵呵 只怕 如今的灵飞 连他们一招都揭不下来吧 许多人讥讽道 这些人多数为柳明 庞飞 周风的追随者或族人 起初 灵飞成为人榜第一 风头一时无两 更是成为了那些 寒门子弟所追捧的对象 这使得那些大祖子弟 心中憋着一口气 如今 有这种打击灵飞的机会 他们岂会错过 若此次灵飞不出现 窃战 巨战 以及缩头乌龟的名声 将成为他此生的污点 被这些人挤兑 吴大胖虽然心中愤怒 却也是一失无言 因为此时站台上 那庞飞和周风的气势太强了 再者 之前那出手的上官 与柳和柳明 也异常强大 若不踏入先天 真的没有人 可与他们争锋 也不知飞哥 现在是什么境界了 吴大胖心中低估着 先天竟为五道门槛 很难跨越 林飞虽然是个天才 可踏入催体九重镜的时间太短了 想要在此时踏入先天境 难啊 旁边的陈锋皱起了眉头 说话时 不由连连摇头 似乎他也并不看好林飞 也就在此时 鄙视场的一个入口处 林飞和周小宇正缓缓地迈步而来 庞飞 周风 他们已经开始鄙视了吗 在乔的鄙视台上的两个少年后 林飞眸光一鸣 而后难难道都踏入了先天境 那见是极强 俨然超越了普通人 不愧为天才般的顶级存在 只是略微感应 林飞就发现了庞飞和周风的气势之强 那你可有信心打败他们 旁边的周小宇一笑 那双美丽的眸子一眯 凝视着身边的林飞笑道 在他那眸子当中 尽是七许的光芒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谁敢说无敌 林飞眸光一动 瞅向周小宇道 我 见此周小宇微微一愣 这个少年 还蛮谦虚的嘛 不过身为舞者 就该有向上之心 争取超越同级 绝不能青年放弃 要有力压取熊之心 不过 林飞很快便是眸光一鸣 带着几分坚定的光芒说道 在他身上 一膝间有着一股气势弥漫开来 那种气势 是一种永不言败的气势 哟 不错么 没有想到你小小年纪 就有这雄心 姐姐看好你哦 听得此言 周小宇对林飞立即刮目相看 一个舞者 若是少了这份决心 少了这份永不言败的信念 又怎么独登决颠 唯有身具强者之心 才可登临决颠 林飞耸了耸肩 也没有多言 那谋中的自信 却毫不掩饰的流露而出 而后 他和周小宇向着前方的导师观站台走去 疑那是林飞 林飞来了 当林飞走进笔试场 立即有眼尖的人发现了他 当下 惊呼声皱起 缩头乌龟而已 都快笔试完了才来 在这惊呼声中 多数为笔试 这就是林飞吗 他好英俊帅气啊 貌似柳明公子都不如林飞帅气啊 一些女生 确实露出满脸花痴 却不知道他和柳公子比 谁实力更强 不过 在这个崇尚舞蹈的世界 众人显然将实力放在了第一位 所以很快 这些女子就开始讨论 林飞和柳明谁会更强 甚至 他们期待着这两人能一战 分个高低 第七十章 林飞出场 林飞走向笔试场 立即引起一片哗然 飞歌来了 再见的那个缓缓走来的少年 吴大胖忍不住起身 惊呼道 终于来了啊 尘风一喜 这家伙 总算是来了 再见的林飞走来 黄小曼也是松了口气 小曼 这就是你的小情郎吗 长得倒是一表人才啊 咦 小曼 你的小情郎怎么和美女一起走来 似乎 你的地位不保啊 当林飞走来 黄小曼身边立即响起了 猪女那叽叽喳喳的声音 文言 黄小曼一阵无语 连翻白眼 这坏小子不是在闭关吗 怎么和任务堂的美女走在一起 不过在乔德林飞身边那周小雨后 黄小曼那眸子当中也是有着几分醋意浮现 似乎 女生都见不得自己喜欢的人身边有美女陪伴 不过林飞能来 她已经很是高兴了 也不知她现在是什么境界了 黄小曼心中低估 那心神感应而去 想要探测林飞的修为 毕竟 林飞此时出现 可是很不妙啊 她的气息似乎比以前强了 略微感应 黄小曼心中便是一动 瞧她那自信的模样 真期待她出场啊 沐雪眯着眸子 也是满脸期许 要是她能力压群雄多好啊 林飞出现了 此时 那导师台上 一道道眸光也是会集在林飞身上 对于这个少年 便是这些导师都充满了好奇 来了吗 闪光红嘴角露笑 瞅向林飞 而后 她仔细感应后者的气息波动 这小子身上似乎又多了一分事 若欢导师谋路期许的光芒 刷刷 无数道眸光汇集而来 林飞俨然成为了万众瞩目的存在 缩头乌龟 窃战 那些声音 很自然就落在了林飞耳中 在听的这些评价后 她一阵无语 天地可见 她是真的修炼得忘记了其他事情啊 怎么就变成了窃战 还成为了缩头乌龟 她感觉很委屈 走吧 缩头乌龟 周小雨也听到了这些声音 当下 她倾笑一声 也是忍不住调侃了一句 切 我是男子汉好不 被周小雨这般调侃 林飞连翻白眼 不过 林飞也没有去管那些议论声 她不乏脉动 跟着周小雨向着前方的导师台而去 来 林飞 我给你介绍下 林飞才登上导师观站台 上官洪招手 让林飞走去 在上面 诸多长者都含笑 丑向林飞 见过上官大人 洛欢导师 林飞走上去向两人失礼 洛欢导师点头示意 而后 上官洪却是向着林飞介绍身边的几个长者 这是韩院长 这是周副院长 上官洪给林飞一一介绍 林飞则是向着几位长者施碗背礼 不错 是个少年天才 韩院长身形微胖 是个慈离善目的老人 他此时手里胡须而笑 旁边的周副院长也是连连点头 你探入先天境了 在给林飞介绍了一下这些学院长者后 上官洪便是丑向林飞 问道 其他长者都一脸欺许 就连若欢导师也在等待着林飞的回答 事实上 他们都感觉到了林飞气息的变化 不过 这种事情 还是得当世人回答才好 我的确探入了先天境 见如此多的人丑来 林飞摊了摊手掌 说道呵呵 不错 不错 踏入先天境 就算踏入了五道之路的门槛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 长官洪连说两个不错 心情显得极好 从一开始 他就很看好林飞 不过 那时学院还有人不以为然 毕竟 林飞起步太低了 可现在看来 这少年 绝不会比同名人差 你既然踏入了先天境 也就可和柳明 庞飞 等人一争高下了 若欢导师连连点头 而后说道 学院考核正在举行 你可愿意和这几人 比试一番 若是能力压群雄 可是有奖励哦 其他长者都是满脸 期许的丑相林飞 我想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若是不出场 以后可就要成为 缩头乌龟了啊 林飞自嘲一笑 呵呵 如此甚好 这些长者皆是会心一笑 此时的林飞 的确是不得不出场了 而后 众人眸光一动 视线便落在了前方的比试台上 现在 就等庞飞和周锋两人的比试落幕了 这林飞 居然出现了 在众人观战时 远处 秦荣眸光阴力 冷冷的瞅向林飞 先前他一直期待林飞出现 可如今后者出现后 他的心情却略显复杂 首先 此时的林飞俨然踏入了先天境 如此一来 秦辉很可能是陨落在林飞之手 一个将要迈入先天中期的天才 却陨落在了一个才踏入先天境的学弟之手 可以想象 后者是多么的恐怖 其次 在以上观红将林飞介绍给韩院长等人的态度来看 他是无法再学院对这个少年出手了 甚至 若是贸然出手 还会引来极大的麻烦 看来 以后出手 还得好好谋划一番才是 这让秦辉的眉头紧紧皱起 心中嘀咕着道 秦辉出手 却销声匿迹 如今看来是陨落在这林飞手中了 旁边 刘元也是一脸阴沉 也不知这小子如今战力如何 柳赫低声道 就看接下来 他的出场了 柳元说道 嗯 柳赫点头 而后眸光也落在了前方的鄙视台上 此时 中风和庞飞的鄙视已经进入尾声了 天河怒卷 只见得中风眸光一闪 如剑灵人 他那长剑一动 剑气迸发而出 如同怒卷的长河席卷而去 哭 这剑气一卷 凌厉无比 一股气机已经将庞飞锁定 那呼啸而来的剑气 如肆虐的洪流 要淹没一切 有不可抵挡之事 剑气呼啸间 将虚空撕裂得赫赫作响 剑压山河 面对这灵力的一剑 庞飞脸上没有掀起一丝波澜 只见得他纵身一跃 那长剑随之舞动 刷 刷 长剑斩出 一连七剑 这七剑都重叠在一起 如花为了剑山 顿时一股如山的气势压迫而下 他这一剑还没有完全斩下 可是周锋那如河水奔流的剑气在震荡 那湮灭一切的气势立即受阻 气势不在 如此周锋这一剑的威力也是随之减弱 下一刻 庞飞的长剑斩下 剑士直接将那长河震溃 露出了那持剑劈来的周锋 一股如山的剑士顿时向着周锋轻覆而下 在这气势下 周锋如被剑山压迫 身边的剑气溃散 那凌空的身子立即被震飞 庞飞剑士一动 趁时追击而去 咚咚 而后 周锋亮枪落地 扑 在周锋嘴角 一口鲜血一出 他才稳住身形 庞飞的长剑已经刺来 我败了 剑此 周锋轻叹了一口气 庞飞落地 那长剑一收 拱手笑道 承让了 庞兄客气 能凭借土灵体 将剑士融合至此 领悟剑士如山的奥义 你也是一个人才了 周锋笑道 剑无招 人有意 万物皆可为剑 呵呵 剑道 又谈什么土灵体 水灵体了 庞飞笑道 不错 是我短视了 周锋点头 而后一笑 抱拳后就此离去 玄机 鄙视台上 只剩下庞飞一人 这庞飞是一个天才 台上 灵飞眸光一明 不由对庞飞高看了一眼 刚才庞飞和周锋的对话 俨然被他所收到耳中 这个少年 显然是已经领悟了剑道真意 比起周锋略胜一筹 灵飞 就在灵飞心中暗存时 李视台上 庞飞眸光一动 便是锁定了灵飞 灵飞的出现 让庞飞感到诧异 先前他也一直好奇 灵飞为何迟迟没有出现 是巨战吗 可根据他的感觉 灵飞又似乎不像是这样的人 如今灵飞出现 更让他好奇 他迈入先天境了吗 庞飞仔细感应着灵飞的气息 呵呵 灵公子 你何不趁此 与之比是一番了 周锋宇笑道 现在出手 会不会胜之不武 灵飞略微迟疑 说道 胜之不武 不远处 唐海等人连翻白眼 这还没有比了 这家伙就谈胜之不武了 真当自己是人榜第一 就可以横扫八方了吗 许多先天境老生都一阵无语 先天境感知过人 就算相隔两百米 他们也能听到 灵飞和周晓宇的对话 所以 此时向灵飞投来的白眼 可谓是一道又一道 先天境争气磅礴 刚才这点消耗并不算什么 再者 李氏讲究的是气势 如今庞飞气势如虹 正是状态最好的时候 你此时出手 才精彩 周晓宇眨动着那明亮的眸子 向灵飞笑道 我可是很期待你的出手哦 灵飞眸光一动 瞅向了若欢导师 去吧 若欢导师说道 此时 这些导师也很期待灵飞出手 见此 灵飞眸光一动 瞅向笔事台上 而后拱手道 旁兄见到超群 灵某不才 讲讨教一二 呵呵 灵兄客气 武道浩瀚 我等自当多多切磋 好加以验证 一起进步 旁飞拱手一笑 而后 灵飞身子一动 他如吐起胡落 瞬息出现在了笔事台上 台上 两人对立 相互抱拳 而后 空气似乎为之凝固 在灵飞和旁城身上 都有着一股气势在凝聚 在这一刻 笔事场中寂静 所有人都谋光 汇集在了前方的笔事台上 或许四小益 华 并不期待 摇